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田达东西匠 然后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关于我所购买过的眼影盘的一个分享的一个集锦 所以如果你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下面我想介绍的第一款眼影盘呢就是在我上个妆教视频所用到的这个 美宝莲的The City Mini Palette这个系列 这个是我生日的时候我同学送给我的 当拿到的时候觉得这个配色就很高级 我也在上个视频中说过 刚开始会觉得可能这些配色并不是 大卫出来并不是特别的出彩 但是当我试过色然后上演之后 我觉得这盘是非常适合大家 然后也推荐大家购入的一个眼影盘 其实我用这盘已经用挺长时间了 都没有出现什么粉乱飞的状况 可以看出来它这个眼影真的压的是非常的实的 这个粉 然后先从颜色来说 这刨去这个这个什么没有什么重大 每个盘基本上都有了一个白色 除了这个颜色之外 这其他这几个颜色都非常的漂亮 尤其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一个亮片色 我没有想象到它可以这么漂亮 可以看到吗 我刚开始的时候对它期望不大 但是它上演真的是特别的惊艳 包括这个整个盘的颜色 都是看起来是普普通通的 你不会想要 你不会想要购买它的欲望 但是它上演之后 真的是漂亮极了出来的颜色 而且这个盘非常适合秋冬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之前 有点像我之前购买过的Kiko的那个单色眼影的41号 就是一个发生的一个紫色 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适合 你在初冬的时候穿着那种长裙 然后外面套一件白色的泥子外套啊 什么阳光外套什么的 然后走在走在路上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场景下 你特别适合涂这个眼影 因为这个眼影真的特别显气质 然后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盘眼影呢 也是有哑光有珠光 珠光色表现的真的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珠光色真的表现的特别好 可能刚拿到手的时候看 觉得粉有点粗糙 但是上演就完全不会 粉质特别的细腻 之前我推荐新手小白 首先推荐的就是这盘 也就是在我新手的视频中说过 这个White & Wild的738色号 就是Comfort Zone 之前如果你问我 说新手小白第一次想买化妆 想买眼影盘的话 推荐大家买什么盘 我第一个肯定是推荐它 但是现在我就 如果你再来问我的话 我可能就会推荐这个 这个真的太好了 下面正好拿起来这个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盘 这个盘我之前就说过 这边这个四个 是很适合新手的 很日常的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这个盘有出色的 最出色的点 也有它最难掌握的点 就是这个色 这个色是一个偏光色 但是对于化妆新手来说 不会用它 瞎用它 瞎用这个颜色的话 就是会让你的眼影变得很灾难 就会毁掉你的整个眼妆 所以还是 虽然它很美 但是还是想跟新手说 不要轻易尝试 这个偏光色真的 美大了 如果可以用的好的话 可以购买这个颜色 而且这个色 是我特别喜欢用来当卧蚕 当眼头打亮的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很漂亮 下面要说的一盘呢 应该可以归为来 是我买过最不后悔的一个眼影盘 就是这个 Smashbox的枫叶盘 它的色号应该是 Ablades 我记得 然后打开看是这个样子的 它一共有八个颜色 刨开这个 比较普通的一个 这种 怎么说 就肤白色 刨开最普通的这个颜色 其他几个颜色 真的都很漂亮 你遮住这边 还是遮住这边 都可以单独形成一个眼影盘 这个样子 它有无数种搭配的选择 这一盘是我最爱 在出门旅行的时候 带的一盘 因为它的颜色很鲜艳 很适合拍照 然后也非常上线 而且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我曾经用它画眉毛 所以说 你出门眉毛跟眼影 带这一盘就搞定了 再来一个眉刷 基本上就齐活了 这个我记得是去年冬天 出来的一个眼影盘 因为可以看到 这个有大热的酒红色 还有砖红色 这几个颜色 基本上都是 大家非常喜欢 然后也涂上 非常漂亮的颜色 所以这盘是我 最不后悔买的 而且它的包装很漂亮 可以看到 下面说的眼影盘呢 是最让我意想不到的一盘 就是 Morphy的这个 Copper Popper 这个盘是一个 八色眼影盘 讲真好像 它现在已经停产了 好像已经 你们如果想买的话 应该也是买不到了 它这个盘 唯一的缺点就是 没有镜子 而且底下的颜色 有一点单调 就不是很适合说 画日常妆 或者出门旅行的话 你带这一盘 可能打造不出来那种 你像每天换一种 样子的那种感觉 但这一盘 你可以用它来画出来 一个特别漂亮的 红棕色系的眼影 可以看到 上面 亚光色 上面四个是亚光色 它上面亚光色的粉质 都非常的细腻 然后下面 珠光色 可能你们现在看起来 觉得它有点粗糙 但是它上手 上眼也是 就完全没有粗糙的感觉 我觉得Morphy 他们家做这种 珠光色 真的是做得特别的好 可以看到到吗 这bling bling的 超级美 这个颜色 所以它可能只会给你带来 一个比较单调的眼妆 但是这个单调的眼妆 也是绝对绝对好看的 算是让我比较惊喜的 一个盘吧 它有非粉的现象 但是非粉的现象一般般 下面要说的呢 就是我买过的 最后悔的一个盘 因为大家 这个盘也是我在 化妆的过程中 购买 人生中购买的 第一个眼影盘 就是Pony的这个 几代我忘记了 打开是这样子的 不能不说 现在这个颜色 我还是很喜欢 因为这个颜色 用来画笔影 用来画修容的话 也都是特别适合 但是其他 作为眼影盘 就是本应该是 点睛之笔的 这几个颜色 这四个珠光色 反而就表现得平平 除了这个颜色 还是挺漂亮 还能显出来颜色之外 其他这三个颜色 这个颜色 其实也还可以 就这两个颜色 其实我觉得是挺鸡肋的 尤其是上面这个粉色 我第一开始 一眼就相中了它 我觉得它涂在眼上 肯定是特别粉粉的嫩 特别好看 特别上去的颜色 可实际上它涂上去的时候 真的是不显色 就像很多韩系的眼影 一样 有它们 就是惯有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显色 这个眼影盘也是 这个粉色 我不管叠加上眼 多少层 它都是不怎么显色 所以就很难受 所以总体来说呢 这个盘算是我 购买过的 比较后悔的一个眼影盘 下面要说的呢 就是我买过的 最贵的眼影盘 就是Dial的这个 这个算是我 人生中拥有的 忘记第几个 反正也是比较靠钱买的 里面的配色是这个样子的 从配色方面 我就可以给大家吐槽 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事情 就这两个颜色 都是很浅的 珠光色 可以看出来 都可以当高光的两个颜色 然后中间也是一个 中间和这边 是一个闪片比较大的金色 跟一个闪片比较大的银色 然后到下面 就直接变成了一个深色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眼影盘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过度色 你如果用它来单独画一个眼影的话 对于亚洲人来说 可能不是那么的好操控 不是那么的好掌握 这个颜色的搭配 而且这个颜色 大家可以看到 是一个 你在这上看是一个棕黑色 但是你实际上上脸之后 它的颜色是偏冷掉的 就是亚洲人 哎我不能 肯定有人会说 你怎么随便代表 亚洲人怎么怎么着 对于我来说 这个颜色 对我这种肤色的人来说 这个颜色上眼 会显得你整个眼妆特别的脏 所以 可以看到 我已经买回来 它很长时间了 但它还是上面花纹 还能看得很清楚 因为不怎么常用它 最多只用上面这两个颜色 做一做卧蚕 然后提亮起来眼头 就没有其他了 可以说是我买过的 最贵的也是 比较后悔 购入的一个眼影盘 下面要说的呢 就是我购买过的 最颜色最鲜艳的眼影盘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我之前也出过很多次试色 然后也用它出过很多次眼妆了 就是这个Colourpop的 Yes Please 大家看这个样子的 它的颜色真的是超级鲜艳 而且你应该现在加了代购朋友圈的话 很多代购都在疯狂的推它 都让你们去买这个盘嘛 说实话 这个盘真的 说实话 非常的漂亮 每一个颜色 都很漂亮 而且 有黄色 就有这种黄色 有这种红色 还有什么砖红色 橘黄色 还有这个人鱼基色 它可以搭配出 各种各样漂亮的眼妆 然后单色 拿出来来说的话 也可以撑起一个眼妆 所以这个盘 可以说是比较 在颜色方面比较出色的一个盘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脏的地方了 不是我不小心 我看过很多其他up主的视频 用到它的 也会能看出来 它们的盘的 其他部分有一点脏了 就是它会飞粉 它飞粉现象 还是有一点点严重的 当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只是为了颜色的话 可以去买一盘这个 还是挺漂亮的 而且也才100多块钱 比较划算 那么多颜色是吧 Colourpop这几年 真是在眼影方面 像开了挂一样 不过在各个方面 都像开了挂一样 然后想说呢 这个盘还是不太建议 新手去购买 因为新手嘛 我还是比较推荐 大家老老实实的 先把这种普通 也不像普通 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就这种比较低调 稍微略显低调一点的颜色 先学会画好 然后再来尝试这些颜色 因为这些颜色画不好 真的就会显得很严肿 或者显得很浮夸 显得很像去唱大戏一样 就不太好看 好了以上就是东西 像关于我手里 现在所拥有的这些 眼影盘的一个汇总总结 然后单色眼影方面 我没有拿来说 因为单色眼影太杂太多了 所以以后找个时间 再统一去录 单色眼影的部分 今天这个视频里 所说的这些眼影盘呢 是关于我 现在视频里 说的这些看法呢 都是在我使用过 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对这些眼影盘 做了一个一系列的总结 然后当然我也不会 直步于此 因为我的眼影盘 肯定以后还会再购录 再怎么怎么着 然后所以以后 这个系列也会 应该会继续的update下去 如果你对眼影盘 或者对其他美妆产品 感兴趣的话 美妆的用品啊 还有彩虹啊 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 来分享给大家的 如果你对今天我说过的 哪一个盘的试色 比较感兴趣 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 我会单独出一区 关于这个盘的试色 如果不感兴趣的话 那就不出了 好了以上就是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up主的话 欢迎订阅up主的这支频道 如果你觉得这支视频 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这支视频